前幾天,萬科前董事長黃石鶴先生刪了一條微博 我保存下來,大家快點去看看 黃石鶴先生刪的微博行為不是重點 他究竟說了什麼是不可以對外說的東西呢? 其實觀點並不新鮮 只是真相往往將普通的用戶刺痛 就是四個字,貨幣放稅 他在微博裡面提到 去年因為疫情,全球每個國家的央行 迎來了千年一遇的瘋狂印鈔 就以委內瑞拉來說,2020年年底 通脹率達到3,000% 我們國家的貨幣放稅這一塊已經很克制 我們要想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抗通脹 最近的貸款利率在上浮 第一輪的通脹比較猛 這個基本是形成了一種共識 而且我們每個人都是親身的參與者 區別是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你怎麼可以成為贏家呢? 我個人覺得是有方法買入 核心城市的核心區域的優質房產 算是其中一種 今年買樓特別要注意的是 你基礎的屬性是否足夠的優秀 比如教育、交通、人口密度、 靜值、人口數量、就業環境等等 這些基礎的因素 特別優秀的樓才可以跑贏通脹 千萬不要貪便宜 買了郊區圖環境 千萬不要戀利 第二個就是大家必須要知道另一個真相 輸入性通脹 怎麼理解呢? 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 國家之間生產和貿易的聯繫已經非常緊密 就像黃石原微博說的 國際上的鐵礦石大漲 與此同時國內的房價、汽車零部件等 會不會被帶動呢? 美國的小物、玉米價格上漲 而我們每年進口這麼多 會不會影響呢? 最後我想表達什麼呢? 這個才是關鍵 防住、不炒、基調是不會變的 但貨幣放水的趨勢都不會變 尤其是接下來幾年的輸入性通脹 會更加明顯 而核心城市的職場 將會越來越受追諷 我們普通的老百姓 應該怎樣去避免貨幣放水 還有通貨膨脹的傾奪呢? 大家一定要用手上越來越誤值錢的錢 去配置成越來越值錢的核心資產